机器军队的火石,特别是紧急情况下的野战食物,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压缩饼干,固体能量棒之类的东西。 这些食物都有一个特点,那就是热量很高,而且营养丰富,可是味道嘛,就只能喝喝了,不是硬的堪比砖块,就是嚼起来跟六味地黄丸一样。 这里,有小伙伴可能要说了,军队本来就是打仗的,在吃上哪有那么多掌揪? 哎,这话可就不对了,食物的味道,有时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,今天,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。 首先,小冰冰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假设在热带丛林中,部队作证失利,必须赶快逃命,而且路上也不会有任何补给,那什么东西是必须带的呢? 小伙伴们的答案,肯定五花八门,枪,匕首,绳索,打火石,等等。 没错,这些东西在野外都很有价值,可是,有一样东西估计很多小伙伴都会忽略,那就是盐。 在没有不及的热带丛林中,人体盐分会以汉液等方式快速流失。 但是,如果没有盐的补充,不出一个月人就可能因为血压降低,全身净乱隔屁了。 而且,在野外很难找到可口的食物,炖炖煮野菜是常识。 如果没有盐做调味品,清水煮野菜的味道,想想就让人难以下眼。 许个真实的例子,二战后期,在盟军的持续打击下,菲律宾等地的日本军队已成困兽,最后的玩玩眼看就要倒来。 但是,即使军队已经陷于崩溃,要最后逃命的时候,日本兵都不,会忘记带上一把盐,可见这种白色粉末在热带丛林中是多么的重要。 当然,除了这种咸味的白色粉末,还有另一种甜的白色粉末,也非常受当时的日本军队欢迎,那就是糖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兵员多数来自贫困阶层所致,二战时的鬼子兵都特别喜欢甜食,那时的日本军队食品配几重? 白糖、奶糖、羊羹等甜食,占了很大一部分。 日本军队的只是铁饭和粥,也有专门放糖的地方,倒上水就可以直接加热,煮出一锅香喷喷的甜米粥,让日本军队很受用。 而就是这么一个能装糖的铁饭和,却让彼时的中国抗日军民羡慕不已,因为即使是中国装备最精良的军队,都无法享受这样的待遇。 中国作为火柴钉子都要进口的农业国,面对日本这个工业国中出了名的穷荒丹帝国主义,后勤差距也实在太过悬殊了。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先辈们抗战的艰难,以及胜利的来之不已。 不过嘛,鬼子兵们的优越感,在1945年,美军登陆日本本土之后,就烟消云散了。 因为日本军队尴尬的发现,他们一直引诱傲的发核,在美国军队的核发面前,根本就不值一期。 就像我们在本系列第四期讲过的,美军仔二战时,就已经有了完备的野渣口粮,从午餐肉罐头,到巧克力,水果应有机油,甚至还包括香烟和口香糖,让日本人惊掉了下巴。 看似不起眼的野渣口粮,从侧面摆印。 出了二战时,美军的强大,难怪有人说,日本人其实是被美国军队的核发打败的。 美味的食物意味着战斗力,所以在多数情况下,努力让食物种类丰富见口感好,是一支军队后勤部门的职责。 但是嘛,在一些极特殊的境况下,军队的火池游水反而不能太足,否则就可能会出人命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打个比方,你是陆军某连队的司务长,你的部队驻扎在平原地区。 某一天,连队突然接到命令,立即奔赴高原地区执行积极任务,你会为大家准备什么样的食物呢? 如果你的食品清单里全都是鸡腿,午餐肉罐头和大猪蹄子这一类硬菜,那当你把这份清单交给连长的时候,连长不赏你一段板子炒肉,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 原因很简单,长期驻扎在平原的部队突然来到高原,高原反应几乎不可避免。 有过高反经历的小伙伴都懂,头晕恶心,呕吐,浑身发力都是轻的,严重的话,甚至会引肺水肿和脑水肿危及生命。 在这种情况下,人是一点稳吼都不会有的,你送来大鱼大肉,只会加重钻石们的高反症状。 所以说,对于即将开赴高原的部队来说,馒头和白开水,这些不会加重消化器官负担的食物,才是真正的宝贝。 怎么样,是不是处处是学问啊? 当然,对于军队来说,食物可并不只是用来打快朵鱼的,有时候一些刺激性极强的食物,在战场上还有一些特别的用处,比如说辣椒。 辣椒的提神作用十分显著,特别是对于一些非常容易犯困的岗位来说,关键时刻嚼几根辣椒提神醒脑,绝对再合适不过了,比如职业长的哨兵,和执行前辅带敌任务的狙击手。 不过嘛,辣椒除了能干这个,还有其他妙用。 让我们把视线重新转回抗战时期,1940年,时任巴陆军1290司令部炮兵主任的赵章成将军,就发明了一种以辣椒粉为主要武器的辣椒排击炮。 这种辣椒炮的做法很简单,第一步,把破机炮弹里的炸药倒出去一小半,第二步,把呛人的辣椒面装进去,第三步,把炮袋还原。 这样,爆炸的时候,辣椒粉会随着爆炸刺散开去,在杀伤半径范围内的人和畜生,即使躲过了冲击波和弹片的杀伤,也无不替泪长流,可说不知,这画面,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辣眼睛。 据说,当时躲在地堡里的鬼子们,一度误以为我军使用了神话武器,慌乱之下很快放弃抵抗,也狗刺得四三奔逃,此时,我军战士们就可以趁机露兽一波狗人头了。 这种纯天然绿色环保无物软无公害的神话武器,简直堪称战争的艺术品。 不过,大家都明白,这种艺术品,其实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,因为当时八路军的抬击炮威力实在太小,很难击穿敌人坚固的攻势,不得已只能另一匹吸尽,如果八路军有一炮,就能炸毁敌人的宝的大威力炮。 谈,我们何苦用这种方式啊? 而当年,我们的前辈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,靠着小米加步枪,付出了巨大牺牲,才最终祭拜了一个又一个敌人。 即使到了今天,我们坐在餐桌旁享受美食的时候,仍然还有大批的边防战士们,可能正在喝着血水,吃着动硬的干粮,保卫着国家的安全,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群人,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衣食无忧。 感谢观看